大家好,我是佛山市富有保健院信息中心马林明主任 那么其实我们医院的信息化呢 在国内来说的话起步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92年我们就开始使用计算机 对我们的门诊收费进行了单机的管理 2004年的话我们是国内最早一批使用结构化电子病例的医院之一 那么其后呢我们也参与了很多国家的一些创新性的探索和研究 那么在互联网助力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方面呢 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目前呢我们医院呢正以电子病例分级评价和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为重要抓索 那么结合这个智慧服务和智慧管理 顾基础补短板全面优化提升我们医院的这个IT基础架构 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各类信息系统通过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连接更多的自动化智能化设备 比如我们的无人指手药房智能药柜自动发药机以及我们的数字化手术室各类的机器人以及各种的抽血检验分解流水线等等 那么通过这些各种的自动检测设备那么自动处理提分析提醒操控那么替代和减少我们的这个人工的劳动 那么以事前事中事后我们的医疗保健闭环服务为核心 那么聚合我们的这个线下诊疗保健我们的线上问诊和这个妇幼保健管理的各项服务 那么通过信息化整合各类资源使生产药素相对的集中 那么通过经营药素质量的提高和这个经营药素含量的增加 那么我们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药素投入的集中和这个药素组合调整来去增进我们这个医院的经营效益 帮助医院的经营管理从原来的这个扩外型增地盘向墙内含链内功转变 那么随着我们医院的这个服务的精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以及我们患者服务诉求的不断增加 那么医院信息业务需要也跟随我们医院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 那么同时系统的资源需求也会跟随这个需求的变化快速地增长 那么比如说2021年我们已经上线的这个业务系统呢就达到了40到50套 而且从整体发展来看的话 以后这种业务的需求还会加速地增长 特别是这个2020的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这增长的趋势就更为明显 以前呢我们使用的是传统的这个集中存储架构 那么但是这种传统的架构呢 它存在以下的问题 那么一个是这个存储的控制器存在性能的瓶颈问题 那么为了满足未来这个性能的需求 我们可能在这个采购的时候需要提前一次性地进行较大规模的一个投入 来去购买更高端的一个控制器 那么第二是在这个虚拟机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存传统的这个存储如果要维持较高的这个存储IO能力 那么它必须要去大量的这个对应盘 那么这种方式它不这个成本高 而且消耗大量的这个机房空间和电力 那么它会导致我们的整体架构会变得比较复杂 因此呢我是希望能够是有一个更友善的这个IT基础架构 来去使我们的运维工作变得更简单 那么特别是对这个医院来讲 因为医院的这个IT人员的待遇呢 它是普遍的偏低 那么很难招聘到这种高数值的IT人员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的运维的压力 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根据这个业务的需求按需投资快速上限 另外的话那么还需要降低这个采购成本 来去减少我们机房空间的占用和这个耗电量 在2017年5月我们为了配合这个医院发展 以及我们新医院区的这个建设 那么我们成立了这个专项的工作小组 启动了这个新医院区的数据中心的设备选行和测试工作 那么经过这个充分的调研和测试 那么我们认为超融合的这个架构呢还是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对未来的预期 所以在2018年的这个6月我们在老院区呢就进行了这个双机房 双活超融合模式下的这个业务的实测 那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这个超融合作为我们的这个新医院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 对于厂商的选择 我们主要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产品的稳定性 那么我认为对于医院这种7成24小时服务的机构来讲 那么这点是特别的重要 那么第二是运维管理的便利性 那么第三个是这个专业化和本地化的这个服务 那其实选择SmartX的话除了这个产品本身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打动我的细节 那么记得我们当时到公司进行这个设备的测试 那么在测试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他们的这个办公环境 那么观察到他们这个员工所用的椅子 都是采用了这个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一个产品 并且办公环境也提供了各种人性化设计和考虑 那么我想如此专注到这个细节上的公司 我相信他的产品和服务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那么事实证明从2019年正式上线运行到现在 那么近三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这个生产的事故 厂商的这个定期的主动巡检服务呢 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比较满意 目前呢我们医院包括集成平台在内的40多套业务系统呢 已经稳定运行在这个超融合的这个300多套这个虚拟机上面 那么此外我们核心生产系统的融栽库呢 也是运行在我们的超融合环境当中 那么它使得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进行通过克隆或者是快照的方式 那么分发到我们的这个研发测试环境当中 而不会对我们的核心系统产生影响 而且这个速度很快 那么这个可以从原来的20到30分钟 缩短到1到2分钟 那么也提升了我们研发测试的整体效果 那么对于我们医院来说 那么这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医院的这个HIS 电子病例以及我们的临床入境 这些系统都是我们自己的团队在研发的 其实超融合的这个架构很简单 它不需要我们投入太多的这个运维的精力 那么系统呢可以根据我们业务的需求 灵活的按需规划和分配 也不需要我们额外的去采购存储设备 那么可以大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机架的空间 那么从这个上线之后呢 大概让我们的这个空机架的空间 节省了50% 那么同时也降低了我们这个UPS和这个散热的压力 也更符合这个国家碳中和的这个政策的要求 我们的这个空间